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个下来的时候 我们从前面出 股部从前面出去 这个叫踩舌出动 要做这个股部 股部调掌的动作 之后呢 我们就从后面走来 之后呢 手落下来 先蹲下来 转头 股部推起来 下去 转掌 调起来 下去 股部推掌的时候呢 前后拉平 等要转身的时候 先落下后肿 转头 再推起来 这个是第一个 好 刚才的这个 焰子焯水的这个动作呢 我们就做一组二十次 连续的二十次 之后呢 十个深呼吸 接下来再做两组 好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就是横砍掌 横砍掌那个八卦掌里面也会经常用到的 那我们呢 首先呢 就来做这个 啊 适合满步啊 但是等我们的手呢 出去的时候呢 变成了股部的啊 双体伸直的 然后前手要往回勾 勾回来 后手呢 翻转 然后转身去左侧啊 去左侧变成了左股部 勾回来之后呢 翻转 举了右边 啊 扎快 要有摆头的动作啊 要有摆头的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呢 要注意哈 我们回来的时候 是用这个后腰这个收臀坐垮 才把这手拉回来的啊 我们看这边啊 看这个动作啊 想要手回来 收臀坐垮 才带回来的这个手臂啊 好 刚才的动作也同样啊 左右各十次啊 加在一起二十次是一组 我们之后呢 十个深呼吸 再做两组 好 第三个动作呢 我们就是涮腰的动作 那双脚呢 啊 可以开力 与肩同宽 稍微大一点点也是ok的 那么这个手 啊 右手呢 在那个肩平啊 掌心向外 左手呢 直接向外 但是 大臂啊 和这个手 靠近身体 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 右手啊 长的这个手 右手开始向左转 身体是倾斜的 啊 身体倾斜的 啊 身体是倾斜的 啊 身体是倾斜的 啊 身体啊 身体的啊 身体呢 这个头就会挡路了 就让它往后摇 到右侧 站起来 下边的手也要帮忙的 这个两边也同样 我们是来做一边做十次 一共二十次 就算是一组 之后呢 十个深呼吸 再来做两组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想了解更多知识 欢迎加入 公夫者微信公众平台